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今天我要继续和你分享圣经故事 上一次我们听到彼得在祷告的当中 他看见了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非常奇妙 在异象当中,彼得看见这个天上呢 有一大块布,从天上坠下来 这个布上面呢,放了好多好多的食物 但这些食物呢,都是身为犹太人的彼得 他不敢吃,也不能吃的东西 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不洁净的食物 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在饮食上面 是有分别的,有的可以吃,有的不能吃 身为犹太人的彼得,他非常的清楚 这些规矩 但是一连好几次,上帝让他看见这个异象 正当他在思想的时候,有人来邀请他 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 就是意大利营百夫掌戈尼流的家里 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哇,当他去到那里的时候 彼得顿时了解到,原来主耶稣透过那个异象告诉彼得 凡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他明白,上帝的恩慈、怜悯、上帝的救恩 不只是领导犹太人,也要领导外邦人 神所赐的圣灵,也要领导外邦人 所以他就在戈尼流的家里面对他们传福音 而且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还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时 圣灵就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 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大力地传讲福音 让当时候的权贵想要置他们于死地 彼得,其他的门徒怎么面对呢? 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圣经故事 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 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物的主 我带来了和平的福音 上帝以圣灵和能力 搞拿萨勒人耶稣 他周游四方行善事 一号被魔鬼压制的人 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 第三天上帝叫他复活 显现给为他做见证的人看 就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彼得还没有讲完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满屋子听到的外邦人身上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 跟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我们必须要为这些人施洗 经过了一段时期 新王西律又开始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 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抓来砍了头 他看见犹太人的领袖们喜欢 他又决定捉拿彼得 西律王万事不登三宝殿大祭司有什么要求啊 西律王盛名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公开审订队就是公开审问和处决彼得 不要像处理雅各那样秘密进行 一过逾越节就进行好不好啊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城里啊 哎呀 最好不过了 西律王盛名最好不过了 在处决彼得的前一夜 他睡在两个士兵中间 用两条铁链分别跟两个士兵的手腕锁在一起 彼得却平安地熟睡了 静静地有个从天上来的天使进入了监狱 屋里头充满了温和的光 彼得没有惊醒 一直到天使拍他的肋旁才醒过来 彼得发现他的铁链已经从手腕上脱落 快起来 穿上衣服 鞋子和外衣 现在跟我来 彼得照着吩咐地做 跟着天使穿过了三道门 每一道门都有士兵看守着 当他们经过的时间 看守的人并没有听到或者是看见什么 到了街上天使不见了 彼得才知道不是在梦中或者是在意象中 事实上是上帝的天使救了他 是谁呀 是我 西门彼得 快开门啊 兴奋地忘记了开门 小女孩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正在祈祷的人群那儿 是彼得 是彼得啊 交门的是彼得啊 罗大 不可能 你一定昏了头了 我跟你说过了 是彼得 是他 是他 那可能是他的天使 最后 高兴过度的朋友们为彼得开了门 非常稀奇地倾听彼得述说从监狱被救出来的神迹 彼得 现在你得赶紧离开耶路撒冷 在看守的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快走 我们会告诉别的朋友 你快走 第二天早晨 众人聚集来看这次大审判跟处决犯人 伍王陛下驾到 西方安静 西方安静 大家安静 提人犯 呃 犯人在哪里啊 犯人在哪里 我已经命令他们准备好 让我去看看 报告陛下 大事不好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情不好 什么事不好 犯人不见了 十六个卫兵看守 一刻都没有离开 可是犯人不见了 什么 彼得逃掉了 是的 陛下 下令把十六个看守的人都杀倒 立刻执行 没多久 残暴而奸诈的西律 到了另外一个城里 在演说中 他不归荣耀给上帝 上帝打吉他 让他被虫咬了 在极大的痛苦中 死了 当彼得他们一群人遭遇生命危险的时候 上帝亲自派遣天使到监狱的里面搭救他们 蛮徒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真的常常遭遇到生命的危险 不只是当年的门徒 还有现今许多的基督徒也在面临生命的危险 可是他们却仍然愿意去传福音 甚至呢 有一些的宣教士 他们明明知道会有生命危险 他们也愿意去到那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 因为他们深信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爱的 他要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拯救灵魂 让人能够听见福音生命的改变 并且获得永生的盼望 亲爱的朋友 当年这些门徒 他们领受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他们都去传福音 其实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现在仍然持续地进行 我们是否也愿意参与在这个大使命当中呢 你知道吗 每一个人能够得救信主 是因为背后有人在为我们祷告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但有人向你传福音 有人为你祷告 我鼓励你有耐心地听他说 我也鼓励你可以多一点地来认识和了解 而如果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遇到了挫折 鼓励你不要灰心失望 主耶稣会帮助我们 祂会赐给我们智慧 也会赐给我们机会 那么今天新月圣经故事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在下一次节目当中 天天会和你分享一个全新的广播剧 透过这个广播剧呢 可以让我们重新地来认识基督信仰 为什么要聆听这个广播剧 因为我觉得认识基督信仰 你就可以找到生命的答案 天天很希望可以跟你一起找到生命的答案 所以希望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广播剧哦 不要错过了 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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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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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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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